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你好二车八戒今天起来楼下看到一个坦克300真是羡慕啊 今天呢从林芝出发到拉萨这条路是在川藏县最好的一条路了 一路平平坦坦就像高速一样真的非常非常好走 今天也是啊看风景看得最稳的一天 而且精神头十足没有弯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沿途看到了很多这种一山傍水的小村落远方还有雪山 看到这种景色我心中油然而发一种感觉 加油挣钱吧有钱了这些都能得到 这条土壤里的我沉边 他站在对面如此显眼 他笑我在众人眼中的庄点 遮住了最后道光线 对的土壤里的我沉边 他站在对面如此显眼 他笑我在众人眼中的庄点 遮住了最后道光线 还不是一个人还不是一只灯 又忘了给自己浇水像丢了魂 假设那滴水不能够解渴 那干嘛不做一只夜个飞 今天400多公里也就花了4个小时就到达拉萨了 休整一下到酒店放完东西准备去吃饭干饭去 晚上依然是简简单单对付一口 葱包羊肉骨头丝手装羊肉 还点了羊肉串啊 还有几个菜没上 等不及了有点饿先吃吧 不要碎 明天上不当拉宫吧 再玩一只玩 手抓羊肉 咱们也来这一般 这一锅 这个粉 这一锅 吃饱喝足到酒店了 满满灯灯灯 倒拉萨 真是舒服 今天是体感最好的一天 临着倒拉萨这条 基本上跟高速没有区别的路 让我一路精神抖擞 一点都没有之前前几天走弯路时候那种难受的感觉 我也不抢着开车了 因为弯道的时候 兄弟们我告诉你们 遇到弯道赶紧抢方向盘 赶紧自己开 开车的人不晕车 那坐车的人呢是真晕车呀 是不是 本身我体格子就弱 从康定到拉萨这一段 我都没怎么高反 所以说身体素质还是不行啊 之前吧 有很多网友问我 就是318这条线 你开着一个好车进去一趟再出来的话 这台车是不是不能要了 底盘是不是散架的了 其实并不然 从第一天到现在啊 也就是几条险路啊 几条险路 险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落实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啊 再就是晚上开车弯道多的地方一定要慢 或者你要碰到本地人在前面为你指路啊 指路的话你赶紧跟着他 是吧 晚上时候跟车走 别自己一个人盲目的去开一个你自己并不熟悉的道路啊 这是最重要的 杨贵正串 好像说跑题了 车进了318 现在按现在的路况来讲的话 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这一路野马都看见过 然后斗骑的挑战者竟然也进账了啊 318这条线走的也是明明白白 很多 你就像小奥托 就复古的那个零几年的奥托 他也 驰骋在这个318这条线上 所以说你们完全不用担心 现在当下的路况 曾经的318可能是烂路一条条 但现在的318也就是有那么不到两公里 就是五六段路加起来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土道 就是道路维修啊 走的一个便道 真就没有什么正常轿车他过不去的地方 很少 除非啊天灾人祸 那可能是没有办法 但这一路呢 堵车时间最长也没超过二十分钟 我感觉我这一趟走的挺顺利的 而且现在318这条道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你即使是开这一台普普通通的家用轿车 完全可以走318这条线 我这次走的是哪呢 先从康定走到道成雅丁 再从道成雅丁往拉萨这个方向走 绕了一圈啊 一共到拉萨的话 现在足足啊 用了五天时间 那这一路到哪都是美丽的风景 这条路真的是最美318 真的是一点毛病没有 然后提醒你们啊 你比如说你要自驾游的时候 不管你是租车车还是自己的车 还是借的车 一定要出发之前检查好你这台车的车矿 哪不行换一换 尤其是刹车片 刹车盘一定要检查好 因为上坡多下坡它也多 很考验一个车的刹车性能 你假如说你如果刹车片偏薄 或者是刹车盘瓢了 你没有更换 你要是走这条路的话很危险 刹车是最重要的 再就是其他油损啊 一定要换一遍 长时间没保养的车一定要保养之后再走 你别看这一路没多少 没多少路程啊 你要跑高速的话 这段路可能一天多啊就到了 但是前半段的318基本上你开一天也就能开个300到400公里 而且你得开9到10个小时 甚至有堵遇到堵车遇到天灾人祸 你可能足足往那待上一个星期 在这段期间呢啊 你身边前后都是大车 再加上暴土洋长的道路啊 你车要怠速打空调啊 提供你车内整车人的一个心情愉悦和一个良好的感觉啊 你必须得保证你这台车在这一个路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出发之前把车安排的明明白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记好了 然后这一路让我感触比较深刻的就是人高反 其实车它也会高反 基本上3500米以上海拔的时候 只要是内燃机的车 它都会产生高反 有什么反应呢 没力 发动机噪音大 就感觉高负荷工作一样 因为海拔高的地方氧气比较稀薄 所以你 新气道啊 吸不了那么多气 进到发动机 让发动机里边的汽油充分燃烧 所以说啊 会产生高反车也会 但是兄弟们啊 电动车它不会 新能源车它不会高反 所以我比较羡慕开理想万进账的 这一路我也看到几台理想万了 碰到好几台了 可能要是在穿江线这条路 可能比我建的还要多啊 真羡慕他们 没有高反的车 那开的是相当舒服了 从每点说起呢 就是我们开的这个位上 在海拔两三千米的时候啊 像个车似的 一旦过了海拔三千五百米左右的时候 那真就是应了 网上那个玩键盘的那帮小伙子的话了 上坡变跟哈拉达 但是虽说没那么夸张 但是油门 你必须得往下使劲哈 你不哈 它是真不走到我 伴随着发动机汪汪的叫成 好不容易上去啊 嗯 但凡是我要开个理想万 那这是刷刷的 刷刷就上去 可是啊 你们要想 凡是他都有利有弊 理想万设台电车 在这个地区 维修保养 各方面 他都不方便 对不对 所以鱼根 熊老 不可兼得呀 车这个东西 它不是完美的 跟人也一样 有优点 也有缺点 所以 身为人的我们 应该去包容它 假如说你真喜欢它 你真的需要包容一台车 才能让你的心情更加愉悦 更加喜欢你心中那台 啊 GEM卡 好了 这期的老高尿二车就到这 明天去拉萨市里溜达溜达 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车 人 事 警 给你们好好再安排安排 拜拜